Hello 我是Samuel 柳Sir 我今天會示範5級樂里的2021A份卷 開始之前麻煩可以訂閱我這個頻道 和讚好這個影片 我現在就開始了 我先收拾一下 第一部分是和節奏有關的 第一題是問我們時間記號 你可以先看看答案 看看有什麼答案給你選擇 如果600拍子 你就可以找到六個百分音符 而且那些群組會是三個百分音符一組 你可以憑這些群組可以快些知道答案 如果34是三個四分音符的組合 五個百分音符 五拍子的歌就是一般的時間記號 有時可能是三個加兩個的群組合 有時可能是兩個加三個 兩種都有機會出現 我們再看完答案再去看問題 你也可以就這樣數有幾多個音符 但你看完答案之後 再看回問題 有時會比較容易 既然有兩個都是八分音符做一部分 那我就試試數八分音符 這裡兩個加起來就是一個八分音符 這裡有一顆八分音符 這四顆加起來就是一個八分音符 它們有一群組合 即是它的群組合 是全部群組合在一起 它是三個一組 然後這裡有八分音符 這裡有八分音符 很清楚數到五個 就一定是五八分音符 它的群組合就像我下面這種 所以答案就是五八分音符 第二題 這個C字的意思就是四四 我先看了一些答案 就會發現下面的數字都是四 全部都是四分音符做一部分 我就可以很放心地數四分音符 你去這裡數的時候 你也可以留意一下那些群組合 通常一部分 就是那個群組合 已經組合了很好的給你 你可以逐個去研究一下 究竟它加起來是一個什麼音符 這個符點的八分音符 加十六分音符 就是一個四分音符 這個十六分音符的六連音 其實是相當於四個十六分音符 那麼長的 這個六連音跟這裡四個十六分音符 是一樣那麼長的 即是一個四分音符 已經有兩個了 這裡八分音符加兩個十六分音符 又是一個四分音符 已經有三個了 這裡八分音符加一個八分休止符 就是第四個了 所以就是四個四分音符 我就會選擇C 這個四四拍子 C這題 我也會先看看答案 三個八分音符 你就會找到三個八分音符一小字 九個十六分音符 它是一個複拍子 除了你要知道它是有九個十六分音符 一小節之外 你也要知道它會是三個三個這樣組合一齊 因為它是複拍子 一個小節你應該找到這麼多 九八呢 就會是九個八分音符 而且它又會是三個三個這樣組合在一起 我們再去看問題 我們可以逐個群組去拆解 它已經是編了給你的 所以這些群組合在一起 你可以先看它 這一塊就有一粒十六分 而且這裡有四個三十二分 那就是兩個十六分 我找到一組 三個十六分音符 其實我就會看到它很像我這一塊 我猜應該是九十六分 我們先看下去 這裡就很清楚有三個十六分音符 第二組 第二塊 這一塊就是十六分音符 這一塊十六分音符 加了負點 即是多了一個三十二分音符 加上這個三十二分又是一個十六分 那是不是很像我現在 九十六畫出來這個小節呢 所以我就會選九十六分 好 1.2 這題就是 這次是simple time 轉做compine time 單拍子轉複拍子 這樣就先看了個time signature 上面的數字乘3 下面的數字乘2 所以新的拍子記號 應該是九八 我先看看哪個是九八 有兩個是九八 這個六八就不對了 所以我只看拍子記號 已經淘汰了一個答案 好 然後我繼續看看答案 他第一拍是一樣的 兩個答案 第二拍是一樣的 那我就不用看他做得對不對 因為兩個是一樣的 所以最後的問題就是 這個第三拍誰做得對呢 問題那裏就是兩個平均的音來的 所以應該要是這個才對的 兩個平均的音 要用二連音表示 第一個答案就是一個長音一個短音 所以就不對了 所以正確答案就是第三個 1.3 他就說要完成下面兩個句子 A A就說在六四的time signature裡面 這個四分音符的二連音 等於多少個 Dotted Minim Minim就是二分音符 Dotted就是這個 這個二連音等於多少個呢 六四拍子一小節就有六個四分音符 由於是複拍子 所以它會是三個三個一組 這個二連音的意思呢 其實就等於三個四分音符 這個上面和下面是一樣長的 那個time value 時間的數值是一樣的 所以也是一樣 等於一個 Dotted Minim 所以就是一個Dotted Minim Dotted Quattlet Quattlet是四分音符 Dotted是有點的 就等於多少個 Deme Semi Craver 即是三十二分音符 三撇那些 一個這個等於多少個這個 我們拆解大那個 這個就相等於三個八分音符 一個八分音符呢 就等於四個三十二分音符 三撇的 一個呢就可以變成四顆 那這裡有三顆 那你懂得乘數呢 就可以配乘數表 三四一十二 所以就有十二個 Dotted Minim Quattlet 1.4 那他就問 哪一個小節呢 是正確這樣group的 即是那些音符的 邊呢 是正確這樣組合在一起 那我們先看了time signature 就是十二八的 十二八呢 你要知道它是複拍子 複拍子的意思呢 就是三個音符 三個拍子 應該這麼說 這些八分音符 不是真的一拍 它是一個小拍 它會三個組合成為一個大拍 這樣就是一拍 那就是第二拍 那就是第三拍 那就是第四拍 在一拍之內呢 它們才可以編在一起 好像搭肩膊 那樣 所以會有四組 那在組與組之間呢 就不應該搭肩膊 就是這樣 那我們用這個原則去看看答案是否對 那我們有時候可以 由後面開始看也可以的 那也是不好了 我這次由頭開始看 那這裏呢 就一個百分音符 這裏四個加起來是一個百分音符 這裏十六分兩個加起來是一個百分音符 那這裏這麼多東西呢 就應該編在一起了 所以它這裏分開了就不對了 那這裏有編在一起是對的 這裏有編在一起是對的 所以已經有兩個答案是對的 然後這裏呢 你可以看一下兩個答案 不同的地方 這裏有不同的地方 這裏有不同的地方 還有呢 這裏也有個不同的地方 那究竟誰做得對呢 那這個呢 16 這個百分音符 這裏也有三個百分音符 那是對的 下面呢 其實也是三個百分音符 但是呢 它呢 就把一個應該演奏長音的地方 就分開了兩粒來畫 那又不需要的 用一粒就已經很清楚地顯示了 除非這兩個呢 這個音呢 除非它是優子符 那你才要 這樣 分開兩個停的優子符 但是它也不是優子符 它是一個音 你用一粒音去表示 就應該清楚一點 所以下面這個呢 就不對 上面這個對 那還有一個不同的地方 那這個也很清楚的 這裏整組呢 加上就是三個百分音符 所以它們應該答肩頭 編在一起 那所以它編在一起是對的 它這裏分開了呢 就不對 這個又是一個錯的地方 所以正確答案就是2號 1.5 那它就問你那些優子符 對不對 就那些音是對的了 是優子符對不對 好 三四拍子呢 就應該一小字有三個四分音符 而且那些優子符的grouping 就應該每一拍都清楚顯示出來的 它們一拍就會有一個獨立的優子符 那我們看一下第一個答案 對不對 那麼這第一個小節 看來的time value都不對 就是太多了 那些音符的時值 這裏前面這一塊呢 就是一個四分音符 所以後面這一塊呢 應該是兩個四分音符的總共 那這裏有兩粒負點 的一個四分音符呢 就應該加一個十六分的優子符 才是等於兩個四分音符 它現在加一個八分音符呢 就是不對 應該是一粒十六分的優子符 那它不對 第二個小節 那呢 前面三連音是一個四分音符 這個三連音應該是 這裏是三連音 後面這個四分優子符 有一個四分音符 所以這一個三連音呢 就是一個四分音符 那它是畫得不對的 因為呢 它應該畫成這樣 這個規矩你要記一記 好像是這樣的 如果是三四拍子呢 你演奏一拍音符 然後停兩下呢 我們一定要分開兩個停 這樣是對的 這邊是對的 這樣就不對的 習慣上呢 就會是 嘟停停 這樣 就不可以嘟停兩拍 這樣 習慣要這樣分兩下 這個 這個靠差的 這個靠差的 那所以呢 如果 例如你如果見到 覆拍子 那你拉了一下八分音符 即是演奏了一個八分音符 都是要分開兩個優子符 那樣寫的 是大家習慣了這樣的 不能解釋的 所以這樣寫呢 又會是不對的 要前面的寫法才好 那所以呢 如果是 二四拍子 的三連音呢 我們都要這樣寫 那如果寫成 這樣呢 就會是 不對的 大家習慣了 不會這樣寫的 所以這邊三個都是對的 這邊不對的 那所以呢 這個呢 就像現在上面問題的這個 咦 記住了 這個呢 就像我現在 交叉這邊 是不對的 它要是 分開兩個停地寫的 所以這個停呢 應該是兩個八分音符來的 它不對 第三個小節了 好 這裡停了很長時間 但是它分三個停 是不是對的呢 就是的 因為它要分開 一個四分音符 第二個四分音符 還有第三個四分音符 它分開停地寫 就很清楚顯示到三拍 這樣是對的 如果它寫成這樣 就會不對 如果它 這裡兩個八分加一個四分 可不可以當一個二分休止符 一次過停了 這樣 行不行呢 這樣不行 不行的 不行的 我們要分開三拍 這樣寫的休止符 好 就是這樣 錯錯 對的 第二部分 和音符有關的 好 第一題問你這是什麼音符 次中音符號 中音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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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G G A B C C C 2.2 它選出一個正確的 Anharmonic Equivalent 這顆是B音 這個就是D D D 這個是A 這個是C D Flat 在鋼琴上面 很快地畫鋼琴 如果彈鋼琴的動學應該一看就看到 如果不是 就畫鋼琴出來 B音就在這裡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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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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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就是這個,Cb就是這個 所以B和Cb就按在同一個按鈕 就是Anharmonic Equivalence 所以我選Cb 2.3,2調 你不用理會樂器名和樂器的調 你就看題目會告訴你應該2.2 就是向下和Major Second 然後你就看原本那首歌是甚麼調 就是前面這個時間調 四個聲號就是E Major 我就寫E Major 原本的歌就是E Major G A B C D E 好,那向下和Major Second 就是我要把這個E音 向下和Major Second 你可以記住 向下和Major Second 就是7號音降低半度 向下和Major Second 就是7號音降低半度 即是D Short不要的Short D D就是我們新的調 所以我原本的歌是E Major 而低Major Second 我新的調就是D Major 那我就在E Major下面寫D Major 好,接著就看看它做得對不對 兩個聲號是對的 D Major是兩個聲號的 那上面那些音名呢 我不如先寫出來 這裡是E音 這裡是C Natural Natural我不寫了 這個是A 這個是F Natural 好了 E音要變成甚麼呢 E音要變成D音 那這個是D音 這樣就對了 C Natural 要變成甚麼呢 我看看音階 沒有C 但有C Short C Short 就要變成B 那C呢 就是比C Short低半度 低了 所以我出來這個音 都是要低半度 這個B音要低半度 B Flat 所以C Sharp 就應該變成B 如果我遇到C音 如果我遇到C音 就要變成B Flat 所以答案應該是B Flat 所以答案應該是B Flat 不過它給了B音 所以不對 應該要是B Flat 第三個是A A音要變成G 它這個是G 所以是對的 第四個F 第四個F 好了 這裡又沒有F 有F Sharp F Sharp 就要變成E 那F呢 即是低了半度的F Sharp 那我連E音都要低半度 低半度的E音就是E F Sharp 要變成E 而F呢 就應該要變成E Flat 所以應該給我E Flat 但是它給我E音 所以就不對 應該是E Flat 應該是E Flat 2.4 好 這條就是比較三個小節的音高 它們的旋律就一樣 是音高不同的 那我們要找出中間C A這個小節低音號 中間C在這裡 那我們的旋律音是高於中間C 一個音 小節B的中間C 就在這裡 旋律音呢 第一個音 又是高於中間C 一個音 所以A和B是同音的 小節C 高音波的中間C 在這裡 旋律音呢 就是再高一個八度的C 之後的D音 所以是比起A和B 高於八度 中間C 你可以叫它C4 所以這個也是C4 而這個是C4 上面這個是C5 所以你給了這個數字 你會很明顯看到這個C小節 是高音一點的 我們來看問題 它說A和B在同音 A和B是否同音高 B是比起C低一個八度 B是比起C低一個八度 那就是對的 如果把C的音 弄低一個八度 就是這個音 就是中間C上面的音 也就是B小節的音 所以B是比C低一個八度 正確 第三條 A是 A是比C高一個八度 A是不是比C高一個八度 就不對 它反過來說 應該是 C這個音比較高 A這個音比較高 應該是不對 答案就是這樣 好 第三部分 它問你哪一個 答案正確顯示B major的key signature 你也不用數B major有多少個聲號 你看看答案全部都是5個聲號 所以你看看誰畫得對就可以了 升好的次序一定是FCGDA 我們看看誰畫得對 高音譜號這個FCGDA 是對的 我們看看其他為什麼不對 中音譜號FCGDA的音是對的 但位置不對 第一個Sharp Fsharp要畫在這裡 所以要溫習一下Clef的key signature 不只是找對音就可以 連形狀也要對 Gsharp第三個Sharp要畫在這裡 所以有兩顆畫錯了 這顆也是畫錯的 那就不對 次中音譜號 這顆是Fsharp 這顆是Csharp 這顆是Fsharp 這顆不是Fsharp 這顆畫在G上 應該是F的 在這個位置 畫高了 不對 低音譜號 這顆是Fs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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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答案都6個降號 一定是6個降號 6個降號的排列次序要是B,E,A,D,G,C 除了對音當然也要形狀對 我們看看他畫得對不對 第一個低音譜號 第一個降號已經畫錯了 應該以為是Bb 他畫了Ab 那就不對 第二個高音譜號 B,E,A,D,G 最後這個錯了 他畫了Bb 第6個降號應該是Cb 那就錯了 中音譜號 B,E,A,D,G,C 這個是對的 次中音譜號 那就不對 他那些音畫得對 但是這個Bb 第二粒要畫在這裡 第四粒要畫在這裡 第五粒要畫在這裡 所以下面的三粒都是畫錯的 要畫在上面 那就錯了 只有中音譜號 這個就對了 3.3 這條我就會寫 F,C,G,D,A,E,B出來 這樣做 然後我就看看有什麼音聲降了 就在這個草稿那裡 第一個旋律有Bb 有Eb 那我看到那些降號 很整齊地排在右邊 沒有一些聲號出現 那我就可以猜這首歌是major調的 兩個降號的major key 就是Bb major 那有Bb major給我選擇 不如我畫在這裡 有什麼sharp呢 有Gsharp Fsharp Dcsharp 很多聲號 G,F 好,齊齊了 他又很整齊地排在左邊 連續四個 很整齊 所以就是major key 四個聲號的major key就是E major 很簡單 會不會有一個minor在第三條呢 寫過一個新的 F,C,G,D,A,E,B 好,這裡有Csharp Gsharp Fsharp Esharp 又有Csharp 那他就不整齊了 不整齊怎麼辦呢 就是它是小調 就不會是major key 那我先插走兩個major答案 究竟是Fsharp minor還是Csharp minor呢 找的方法就是不整齊的音 就是Esharp 就是這個小調的7號音 哪個小調的7號音 如果有一條小調音階 它的7號音 是Esharp 那你找回1號音 就知道是什麼小調 7號音和1號音 一定要是半導的 而且要是下一個英文字母 E跟著就要到F字 Esharp 就要跟Fsharp才是半導 所以那個調就是Fsharp minor 就是這樣 剛才的電話響 我看看什麼事 沒事 答案就是Fsharp minor 3.4 它呢 它就說現在這裡 應該是Csharp minor 但是少了兩個音 我們先不要看這個題目 就自己寫一條 Csharp minor 現在在向下的 所以我們要向下寫 C D E F G A B C Csharp minor 的 relative major 是E major 所以都是有4個聲號 跟E major一樣 4個聲號就升F C G D 這就是Csharp的natural minor 那麽用Dig minor 向下 那麽用Dig minor 就是什麼都不需要加 不需要加 升 用Nitro minor 就可以了 所以下面我寫出來 這個已經是我想要的答案 那我找回Y這個音 找回X那個音 X X就是 B Y就是Dsharp 完成 這條 3.5 很不喜歡 3.5 那我用草稿子做 草稿子 這條做的方法 就是這樣的 我們就會 將每個 Clap 都 代入去 音階的前面 然後 檢查一下 最低那邊的五個音 頭的五個音 由低開始數的五個音 他們的全音半音關係 因為它一定是minor scale來的 題目有告訴我 而小調音階 的minor scale 小調音階 小調音階 的音階 的音階 啦 T Do Re Mi 這樣的聲音 他們的全音半音的關係 要是全半全全的 所以我看一下頭五個音 是不是全半全全 我就通常找到一個 對的答案 如果頭五個音 你找到兩個 Clap 頭五個音都對 我們先再檢查六七音 做的方法就是這樣 那我們現在試試 如果 AV條 我放高音譜號 然後再按下去 頭五個音就是 Bbbcdef 加一個降號 那你檢查全音半音 你可能要寫鍵盤出來 那現在呢 我就不畫鍵盤 我用這個電腦給你看 就是啦 那你考試不可以拿一個 電子鍵盤出來的 我現在這樣 弄給你看 就方便些 好了 夠位 這樣吧 Bbc Bbbc 到這裏 這裡是D音 D,E,F,G,A 低音譜 再加一個降音 D,E,B,E 是不是全音 D,B,E D 不是全音 中音譜號Altoclef 我寫一個A字 Altoclef是Cb 應該不對,沒有Cb 加一些降音 CbD 是不是全音 CbD 不是全音 對不對 如果我擺 Tenorclef 這顆就是A A,B,C,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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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也沒有 不用管 我們照檢查全音半音就可以了 A,B,B B 不是全音 5元 所以正確答案就是高音譜號 第二條 好,這次是向上的 上行音階 這次是A,B,B 是A,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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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馬上檢查完 太大了 鍵盤 我用電話 不用這麼大 這樣就剛剛好 對 E,F,F E,F,F 不是全音 低音譜號 低音譜號 這是F G 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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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A-Short A-Short G-Short A-Short 是全音 A-Short B 半音 B-C-Short 全音 C-Short D-Short 是小料音歌 中音庫號呢 這顆是F FG A B C F-Sharp G-Sharp 全音適合 G-Sharp A半音 AB-Sharp也不適合 AB-Sharp不是全音 不適合 Tenor clef Tenor clef這個就是 D來的 D來的 不適合 D-Sharp E-Sharp D-Sharp E-Sharp是全音 E-Sharp F是同一個按鈕 不是半音 所以就不適合 正確答案是低音譜號 好 C 這次又是下行 我們要由這邊開始看 如果高音譜號呢 就是 C 不適合 Cm要Eb 檢查一下 CD是否全音 D-E D-E D-E不是半音 我要全半全全 D-E是一個全音 所以不適合 低音譜號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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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G-A-B E-F E-F 是否全音 D-E-F 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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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nor clef是B,不正確,B C,B C不是全音 B C是半音,但我這個位置應該是全音 所以Tenor clef也不正確,真正的答案只有一個,就是Auto clef 做完這條,好,3.6 問你C-Shop半音階是否正確 這條我建議你先寫所有音名 先寫下草告紙,因為到時考試應該在電腦上 所以都先寫下草告紙,就會好些 我看到不正確,E-Shot F是同音來的,不是半音階 本音階除了要經過所有鋼琴制之外,還要有幾個規矩 頭尾是同音名,第一個跟最後那個要同音名,大家都C-Shop 然後所有英文字都要經過,D-D-E-F-G-A-B-C 它沒有跳了Netaline,這樣才對 這是第二個規矩 第三個規矩就是,同一個英文字不能連續出現三次 最多兩次,好像D-D-D-E-E-OK,F-F-G-G-A-A-OK 例如它如果出現了F-F-F,就不正確,整個半音階可以當作不正確 那現在這lei心店是C-Shop,D-W-N-D-E-F-G-A-B-C-A-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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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不正確,到時都沒有電子鍵盒的 所以你可以這麼頭像畫一個更大小的鍵盒 闊一點的字 如果擔心不小心錯的話 就用我現在這個方法 把你寫出來的音填在鍵盤上 如果可以填滿就對了 C-在這裏 D-在這裏 D-在這裏 E在這裏 E-Shot在這裏 E-Shot是可以的 這個按鈕可以叫做E-Shot 但問題是下一個音是F 他們填在同一個按鈕 那就不是本音階 所以這個本音階 第二條 我們先寫出音名 A-F-G G-F-F E-E-F-C-C-F-B D-E-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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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C,D,E,F,G,A,沒有跳 那就可以了 第三個就是連續出現的英文字不能有三次 BB,CC,DD,EE,GG都可以的 接著就是它是不是真的一個本音解 你可以填滿了鋼琴鍵嗎? 一個百度之內的鋼琴鍵應該寫滿了音 ция是你說的,我看第一一看 好,試試吧 A在這個部分向下 所以我ths用這點高的Aío Ab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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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Eb Db Cb 這音算是OK的,可以叫Cb Bb不錯 BISS堤也不錯,也可以叫BISS堤 最後是Ab 我填滿所有鋼琴 所以這版本一定是對的 3.7 他問這個音 然後滿足這個句子 這顆是C-Sharp 它是不是F-Sharp的Dominant呢 Dominant是5號音 F-Sharp Major F-Sharp Major6個聲號 我寫錯字 F-Sharp Major6個聲號 F-C-G-D-A-E 這就是F-Sharp Major 他的5號音就是C-Sharp 答案題目的也是C-Sharp B 這個是A音 C Major的通力 通力是不是這個音 當然不是 通力就是 那個調的第一個音 就是C音 我不寫音階 通力就是 那個調的主音 第一個音 應該是C音 A音 就不對 他可能想考驗你 如果你以為是低音報號 這個是C 高音報號是A 那就不對 好 第三個 這個是B音 來的 他是不是G Major的Medium Medium是3號音 G Major音階 G Major音階 G Major 就升1個音 升F-Sharp 3 G Major 3號音 就是你 那就不對 G Major的3號音 B B 對 繼續 第四部份 全部都是音程 第四部份 音程 我們就先找音名 這個是C-Sharp 這個是G 然後數多少度 這裡多少度 超過了一個8度之後的CDEFG 多過8度的5度 所以你可以叫它做Compound 的5 或者就是5加7 13 是不是13 5加7 不對 5加7是12 或者叫12度 很奇怪 他給13答我當然不對 11答我就是不對 可以叫12度 12度 或者叫做Compound 5度 所以下面兩個 其中一個答案 我已經淘汰了兩個答案 看數字之後 CG 是 什麼5呢 C-Sharp G C Major的5號音 就是G 不用升降 C-G 就是Perfect 5 大調音階找到的音程 就是Perfect 或者Major 5就是Perfect C-G 就是Perfect 5 題目的C-Sharp G C-Sharp G C-Sharp G 是比C-G窄一些 窄了半音 這個距離和這個距離比較 這個距離是Perfect 現在這個距離就是窄了半度 窄了半度的Perfect 就是Diminished B 這個是Bb 前面有個Bb 這個 也是Bb 就是8度 完美的8度 完美的8度 第三條 這個A音 這個C音 A B C 3度 A Majo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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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C G A C-Sharp 是Major 三度 A C-Sharp 是Major A C 題目 問我的AC 就是窄些 C-Sharp 變成C 就會變低了 令到這個距離比較窄 窄了的major就是m3 好繼續,這個是G-sharp 這個是C-sharp 多少度呢?G,A,B,C,4 我就寫音階,我先不理會它,我先寫G-sharp 因為我沒有G-sharp 我在音階找到4度,就是G-C G-C就是完美的4度 題目是G-sharp和C-sharp 如果G-sharp,就向右邊移動一下 C-sharp,又是向右邊移動一下 距離就沒有變過,和G-C的距離是一樣的 大家一起向右邊移動 距離一樣就是完美的4度 繼續,這個是F,上面那個是A-sharp 這裡有多少度呢?F-G,A是3 那麼闊就寫牌3 不過不影響你這個答案 因為它也沒有問你數字 C-sharp是3度 下面的F音,所以我寫F-major F-major降一個音 F-A就是major3度 所有在大調音階找到的3度都是major3度 F-A是major3 F-A-sharp就會寬一些 F-A-sharp就會寬一些 A-sharp就會寬一些 就會令到這個距離寬一些 寬一些的major就是 augmented 這個C,E double flag C-major就很簡單 我不寫完整個C-major 音阶,CE就是perfect,不是不是不是,CE就是major3 那CEflat呢? 你想像一下CE就是major3 CEflat呢? 就摘了,CEdoubleflat就再摘多一格 摘了兩次 那你把major的音程呢 摘一次就變miner 再摘一次就變miner 所以是CEflat CEdoubleflat是diminished third 那我選擇diminished 繼續 好,我要寫一個音 是高過這個音 而且這個音程又是對的 那Cumpan的3就是 現在這個是gshop 3度音就是b gab b音 要高多一個8度 那我就把這個音畫在這個b音 然後呢 這個是major的3 是不是major呢 gmajor 那現在下面的音程 我找個闊一點的位置畫 我畫在這邊 gab b呢 這個距離就叫做major 我們先比較一下題目 題目給我 gsharp 所以gsharp之後呢 就會令這個距離窄了 但是我還想保持有一個major的音程 我想這個距離是保持不變的 所以我就要把我畫出來的b音都要升高半度 那我就可以保持有一個major的音程 這個也是major3 gb是major3 gsharp dsharp 也是major3 所以我要把這個b音加入sharp 下一題 這個ab perfect 5度呢 5度就是這個音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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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b b k bf b b Bmajor,五個星號,F,C,G,D,A 六度音就是這裏 這個就是major的六度 就是G-Shop 答案就是G-Shop 第五部分就是和言和Cadence 我也拿一個草稿子 這裡還有些位置 為什麼夠用 第一題就要配一些和言給這個旋律 這首歌是什麼調呢? 一個聲號就是G-Major 會不會是小調的? 你就看看旋律有沒有臨時的聲號 如果有,就有可能是小調的 如果沒有,就沒有可能是小調的 一定是大調 所以這首歌就是G-Major 我寫一個G-Major音階 然後把它變成和言表 和言表 不用寫ABC的 寫完也不要緊 一和言應該有GBD 二和言就是ACE 4號和言就是CEG 4號和言就是CEG 5號和言就是DF-A 我們看看配什麼和言給這裡的旋律 好,第一句 我先看最後的和言 最後的旋律小節 這裡有F-Shop 有D 每一句最後只可以用1或5的 我用5號和言就可以中F-Shop和D 所以我就選5號 好,然後前面這個小節 看看有什麼音 這裡有E,有C,有A,有B 我選哪個和言可以中更多音 2號和言,A,C,E 可以中全這三粒 那我就選2號和言 這粒不中是可以接受的 它是Passing Note 它給兩個和言音,好像音階一樣夾住 向下的音階 兩個和言音 經過B音,去下一個和言音 它是Passing Note 就可以接受 或者是非和言音 繼續 最後 第二句 最後這個小節 有G,D,G 1和言 或者5和言 看看哪個好一點 G,D 我就用1和言 用到G,D 如果最後這個和言是1 前面這個可以4或者5 不可以是2 我們看看有什麼音 有D,E,F,S,A 5和言就中到D,F,S,A D,F,S,A 中了 E,雖然不中 但它也是一個Passing Note 它由一個和言音 經過旁邊的非和言音 再去下一個和言音 就是一個Passing Note 就可以接受 這個小節有G,C,E G,C,E 就用4和言 重大 所以這個答案就是25 和451 繼續 它問這一個是什麼Cadence 我都寫音階 然後變和言表 也很快 和言表 1號和言就是C,E,G 2號和言就是C Major 它說了給我聽 所以我用C Major D,F,A 4號和言是F,A,C 5號和言是GB,D 好,我們看看這兩個題目的和言是什麼和言 就知道它是什麼Cadence 這裡有什麼音呢? G,D,G,B 中了G,B,D的就是5和言 這個是5和言 5號和言 至於這一吋呢 這一吋 C,E,G,C C,E,G就是1和言 5和言 5和言這樣圓的句子就是Perfect Cadence 好,下一題 下一題又寫過新的和言表 這次是F Major F Major 和言表 畫得太大 我不想噴這麼厚 不要緊 這樣吧 隨便吧 1號和言就有F,A,C 2號和言是G,B,D 4號和言是B,D,F 5號和言是C,E,G 我們看看這個 這一吋和言是什麼呢? 這裡有B,D,F,B,D,F B,D,F B,D,F 4號和言 F,C,F,A F,A,C就是1號和言 4號和言圓結的句子 Cadence我們叫Plago 答案就是Plago 最後一題和言 它沒有畫給我看,有有有有 E Major 不用自己想 E Major E Major 我先寫和言表 E Major音階 F,C,G,D 和言表 不要畫太大了,不然就沒有位 這次要用A,B,C三個英文字 1號和言E,G,B 2號和言F,A,C,S,4號和言A,C,E 5號和言B,D,F,F 好,那我去看看那些和言是甚麼和言 A A這一吋有甚麼音呢 有F在最低,有C,F,A 那些F都是Sharp FSharp,ACSharp就是2號和言 最低的音是Fsharp,所以它是Root Position 用世界A和言 所以答案是2A 好,B這一吋 這裡有A音,CSharp,E音,A音 ACSharp,E就是4號和言 最低的音是A,所以是Root Position 也是世界A表示 答案是4A B,B,B,E,G,Sharp 這裡有甚麼音呢 有B,B,B,E,G,Sharp 有E,B,G,Sharp三個音的就是 E,B,G,Sharp 用三個音,是1號和言 最低的音是B 如果是最低B音,那它就是2號和言 所以用世界C表 所以就是1C和言 我選一個1C答案 答案就是這樣 6號,Section 6 這個意大利文呢 我就 懂得答的我就答 Tucker就是要 每個樂章中間不要停頓 要繼續過去,不要停頓 所以就是Go Straight On 這個我不懂 Corn Bureau就是數量 2分音符1拍 應該 不肯定有沒有記錯 應該是2分音符1拍 我不肯定,所以我不畫下去 你自己找答案 好,6.2 裝飾音 這個 它有個主要的音 然後呢 它經過 彈高一粒音 翻轉頭 這種叫做Apar Modern 向上的 先的 所以就是Apar Modern B這個呢 就是 B,B,C,B,A,B B,C,B,A,B 有個主要的音 就是B 那它先上去 上去試音 落回來B音 再下下面 又上來B音 好像繞了一個圈 所以我們就叫它做Turn 這個裝飾音就叫Turn 繼續 好,有五條和樂器有關的 Piccolo短笛 是Transposing Instrument True or Fox 就對的 Piccolo是Transposing Instrument 來的 它呢 比起它譜上面寫的音 吹出來會高八度 所以是Transposing Instrument Celesta Producent of Definite Pitch Celesta就是中琴 中片琴 它有個好像鋼琴 的鍵盤 彈下去 是有些鐘聲 所以它有不同的音高 它有一個跟鋼琴類似的鍵盤 所以它按下去 不同的音就有不同的音高 所以它是定音樂器 Celesta 第三條 Trumpet 是否最高音的銅管樂器 Trumpet 小號是最高音的銅管樂器 第四條 Barytone 南中音 是否唱得高音過Tenner 就不對 Tenner是南高音 Tenner是南高音 Barytone就是南中音 Barytone Barytone 比較高音 Tenner 就不對 第五個 Double Bass 可不可以彈Pissicato Pissicato 就是弦樂器專用的字 我們看到Pissicato 就會用手指去撥弦 彈一些燈燈的聲音 我們會不用支弓 用手指彈 看到這個字就要這樣做 所以所有弦樂器 小提琴 中提琴 Cello Double Bass 都可以演奏Pissicato 你可以順便記上Arco 這個字 就是如果用手指彈彈一下 Pissicato中間出現Arco 這個字 即是叫我們用一支弓去拉 這兩個字都是弦樂器才會看到的 所以這題是True Double Bass 是可以演奏Pissicato 2 7 好 Cuantact題 第一題要放 暫時 第一題又是跟音高有關的 而我建議大家先看這個答案 答案這裏eremos四個答案 每次 那四個答案後面那幾個字都是一樣的 暫時我未見到不一樣 那你就有個訊息,你要留意些什麼 它就是在說選段裡面,你找到一個小節出來 ABC這三個答案是誰正確地重寫某一個音高的 所以現在我要找出哪一個是正確地把旋律的音重寫一個百度高 向上升了一個百度 究竟哪一個是成功這樣做 那我現在就可以去找,就會清楚一點 找哪個小節呢?是木裏有說的 第七小節,鋼琴的左手,即是低音的手 鋼琴左手第七小節 即是這個 要比較音高,我們先找中間C 這裡是中間C 這裡是另一個C 所以旋律這個音是中間C 所以旋律這個音就是中間C 低一個百度的C 再下面的F 那如果要好像這些答案這樣說 rewritten one octifier 即是要把這個音搬上來這裡 搬上去中間C下面這個F音 那這個答案就是對的了 搬到中間C下面的 好,答案A 高音報告的中間C在這裡 旋律的音就低於中間C 所以這個是對的 重寫一個百度 高一點 A是OK的 B B小節 中間C在這裡 旋律的音也是低於中間C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百度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百度 高一點 這個,始終一部的中間C在這裡 咦,它又是同一個位置 中間C下面的F 那它也OK 所以A,B,C correctly written one octifier 就是這樣 好 接著呢 就完成了 好,又有五題 Tru or Fox 它說呢 在這個選段裡面 最低的音 是不是B呢 是不是B 是不是B音 那我在這裡找 最低的音 先吧 Cheryl是低音普通 所以要留意麻日 但它也演奏得挺高 不是 鋼琴這邊 找到最低的音 上面那些高音普通 不用理會它 最低應該是這顆 這顆就是D音來的 這顆是D音來的 這顆是D音來的 最低的 那這個題目就說 最低的那顆是不是B 當然不對 第二個 所有 所有的音 在Cherl Part 大提琴聲部 所有的音 都可以在Fshort Melodic Minor 找到 好 OK 就是這樣 好 就是這樣 那我們自己找出 Fshort Melodic Minor 有什麼音 先 Fshort Melodic Minor 我寫的音階 Fshort Minor 的Relative Major 是A Major 都會升F C G Fshort Melodic Minor Fshort Melodic Minor 向上行音階 就會升高 六號音 和七號音 所以Dshort 和Eshort 都有機會出現 D和E 都有機會出現 因為 Fshort Melodic Minor 向下的時候 D和E 都會用 D和E 所以 我現在 寫出來的所有音 就是 Fshort Minor Fshort Melodic的音 那我就看看 大提琴聲部 是不是 全部 音都可以在這裡找到 那有個 通常 這些問題 都會 都不是很難找的 因為 本身這首歌 已經是三個聲號 了 Fshort Minor 就是三個聲號 Key Signature 所以 我就其實 走去看看 所有的臨時記號 是不是Dshort Eshort 就可以了 沒有臨時記號的音 在譜面 沒有臨時記號的音 就會是下面這些音 自動就是 有臨時記號的音 一定要是Dshort Eshort 這個句子 才會成立 所以我現在 就不用逐個看 我會去找那些 有臨時記號的音 這裏有一個 Eshort Eshort Eshort可以接受的 可以用Eshort 可以用Eshort 繼續找 Dshort Eshort 就是上面兩個 它又還原了E 還原就是下面兩個 那繼續 沒有臨時記號 Eshort Eshort 剛才出現過 有Eshort 繼續 這裏這個小節 跟上面一樣 又是Dshort Eshort 就是上面兩個音 可以 E和D 自然 也是 這個 這裏有臨時記號 C音 我們這裏沒有C音 只可以出現 C-Short 前面這個C-Short 可以 這個C音 就不是 F-Short Melodic Minor 會出現的音 所以 是不是 Ordonauts in the channel part can be found in F-Short Melodic Minor 就不是 這裏就不是 所以就選擇Force 第三句 第三句 The largest Melodic Interval in bar 1-4 鋼琴左手 最大那個 Melodic Interval 是不是 Compant Minor Seconds 鋼琴左手1-4小節 就是這麼多 就是這麼多 最大那個 Melodic Interval 就是兩個在旁邊的音 又跳得最遠 跳得最遠的那個 是不是Compant Minor Seconds 這裏就跳得最遠 這個跳這個5度而已 這個跳這個4度 這裏4度 5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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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2-0 6-0 2-0 1-2 2-1 2-1 2-2 4-1 5-1 2-2 1-2 1-2 B泳 2-1 1-2 1-2 2-1 2-4 1-2 5-1 FG的距離就是major second 如果F又sharp,G又sharp,兩個一起sharp 兩個一起sharp 距離就沒有改變,一樣的闊 都是major second 所以答案就是這樣 這個音程是major second 題目指出是major second 不是,因為是major second 所以不適合 第四條 Cello,第一個音 是不是要下降球 下降球就是這個不好 好了,所有言樂器都要認識這個符號 我們看到這個符號就要下降 這支功是要向下拉的 你可以記上上降符號 這個符號就是downbow 就是下降的 那如果上功就是這個 又是演奏言樂的同學都會認識的 如果你不是演奏言樂 你就要特意幫我們記一記它 沒有上功 Cello,第一個音 是不是要下降 就是,第一個音要下降 E A major 是不是跟F short minor同一個key signature 當然啦 大家都是三個聲號 如果不然我也做不到 剛才二號的題 7.3 哪一個樂器可以最好演奏到大提琴聲部 是同一個音高 大提琴是演奏低音的 而且我們都用低音的 所以大提琴是適合演奏低音的 它這個旋律也是頗低音的 那麼這裏四種樂器 哪一個是適合演奏低音呢 就是trombonat 長號 長笛是演奏高音的 小提琴也是高音樂器 Triangle是叮叮聲的 打不到音高的 所以就一定是trombonat 7.4 他問你 How many times does the dominant dominant是五號音 在 dominant of F-short minor F-short minor的五號音 在trombonat 一至四小節出現了多少次 F-short minor的五號音 我不寫音的 因為剛才寫過 C-short 就是F-short minor的dominant 我們去找一下 C-short 在trombonat 一至六小節出現了多少次 C-short 一至六小節就是第一行 一至六小節 找一下有多少個C-short 一粒 兩粒 三粒 三粒 三粒C-short 三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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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後面兩句句子 它說音和節奏 在鋼琴聲部的第二小節 和哪一個小節是一樣的 鋼琴聲部第二小節和哪一個小節一樣 那就是第一小節 音和節奏都要一樣的 看清楚一點 音和節奏都要一樣的 差不多全部都是一樣的 那不是第一小節 這兩個不同音 這兩個小節的音和節奏都要一樣的 第六小節和第二小節是音和節奏一樣的 大提琴聲部第九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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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條 這一條 這首音 值多少個DMI SEMI QAV 我抄過來先把這個 這樣 就值多少個這些 那這裡呢 就是三個八分音符 這裡就是兩個八分音符 一個8分音符就等於4個32分音符 每一個就分到4個 計成數,5-4中20 答案就20 好了,做完了,拜拜,記得按like 拜拜